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但是我们却忽略了给孩子们规划一个合理的教育基金 我听到最多的就是儿生自由儿生福 也看到一些寒门出柜子的一些例子 但是毕竟不多 我最近在自己的身上我就感触了很多 我有一对非常优秀的儿女 但是在我年轻的时候 我喜欢高风险的投资 想用这种方式给孩子们招学费 为他们的人生做规划 结果亏了不少钱 当然我的儿子很争气 考上了很好的大学 并且继续读研 她为了不让我们操心 自己申请了贷款 申请了假学金 甚至助学金 那她呢自己呢也一边学习 一边工作 因为呢大学的开销是很大的 她的学费一年要将近八万块钱 她呢还要租房子 还有生活费 还要买一些书籍啊等等 所以费量非常大 所以她必须得自己也要有一份工作 生活才能过得去 女儿呢明年也要上大学 可她呢却在考虑 上名牌大学 我们能不能负担的起 这安贵的学费 因为她不想像哥哥一样 那么辛苦 一边学习一边还要去工作 她就担心自己的学业跟不上 我呢就非常后悔自己当初 怎么就没有为她们找一个 对的教育基金的规划呢 现在我们代理的这家公司 有百万宝贝计划 让孩子们 冤有免税的教育基金的同时 又可以有百万的保险 而且还冤有免税的退休基金 以便于用在她将来退休的时候 可以从这个保险的账户里 拿出免税的退休金 而且这些基金啊可以灵活的应用 不像古恶景教育基金那样 必须固定的愿在教育上面 如果不愿在教育上面 她还要另外交税 但是我们这个是不愿的 如果孩子很优秀 她有成额的奖学金 她也可以把这笔基金呢 放在她将来串业 或者买房子的首付上面 而且呢 申请的助学金啊 还不会受到影响 529教育计划基金 它是会受到影响的 她如果有529教育基金的话 这个助学金还申请不下来 那如果呢 你在这方面有兴趣了解的话 请联系我 今天呢就谈到这里 谢谢大家